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说了一下错误报告的一些级别 对不对 和设置方式 对吧 这节课咱看一下 如何自定义这些错误报告的方式 那么先看一下为什么要自定义错误报告方式 对吧 比如说看一下上节课我们做的一些例子 来 我们好像有打开的 这是上节课我们做的例子 对不对 对 我们把这行注射掉 那是不是会提示我全部的错误报告 对吧 来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第三种都提示了 对 那我们发现有一个什么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错误报方式提示的格式 看一下 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吧 再有怎么的 第一是提示格式的问题 另外呢 是不是哪条代码有问题 就会在哪个代码的地方提示 对吧 如果我们是做网站页面不好的一个局 对不对 对吧 比如布局都做好了 那么有一条pp代码出现了 不管是注意还是警告 总之错误报告如果我们提示 那么就会破坏我们这个页面的布局 对吧 我们就不知道页面是布局上 是哪会出现问题 所以一般的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比如说做好的一个框架 我们都需要怎么办呢 都需要把什么 把这个错误提示 放在整个页面的对下边提示 对吧 用一种统一的格式来处理 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致命的错误 给我们调整到一个页面 或者弹出一个页面 对不对 专门是写一个错误页面提示的 这样的话更专业一些 对不对 对 那如果我们所有的提示 一个完好的网站 比如说在这边 假如说咱们做的一个这样的网站 对不对 那如果其中有一个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出错了 对不对 那整个页面 是不是就提示一个警告 就落了对不对 如果我们将错误处理都放在最下边 都提示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了 然后咱们后期上下的时候 把错误一关闭掉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定义做错误报告的一些处理方式 那怎么自己定义错误报告处理方式呢 比如说我现在就想把刚才的程序 我想把所有的错误报告 干嘛呢 所有错误报告都写在 怎样说 这是一行高线吧 我想把所有的错误报告都写在这个下面 而现在咱们在没处理的时候 错误报是写在哪呢 是不是哪有问题出现在哪 对不对 那致命的错误咱们就得 我就得把它怎么办 关一下了 为什么把致命的错误关一下 因为你出现了致命错误程序不往下运行了 对不对 对吧 就必须得解决 你看这 现在这条线在这对不对 而我要一二三连着输出 把错误报告放在下面 我们要做这个怎么做 我们怎么自己定义 自己定义错误报告 就是自己随便写个函数 就可以了 对吧 比如说我在这块 我想写一个 专门处理错误报告的一个函数 比如说 对不对 我的 一阿花错误弹数 对吧 对吧 我名字是不是随意命名的 对 对吧 自己 的 错误 处理 错误 应该说 报告 处理函数 对吧 对 那想象一下 咱们平时在处理错误报告的时候 一般的 怎么的 有几方面的信息啊 就拿后边那个错误报告来说 是不是有提醒我们的级别 对吧 然后是什么 这什么 是不是一个消息啊 就是错误的说明啊 对不对 这是级别 对吧 嗯 这是错误的一些说明 嗯 然后这是在哪个文件 哪行 对不对 在哪文件哪行 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去写啊 对不对 假如说有四个变量 一个是 错误的 类型 对吧 假如说这话就是咱用数字表是吧 比如一的类型 对不对 一个是 错误的 消息 对不对 假如说 这是一个错误 咱们随便写的一个对不对 然后错误的 所在的文件 比如说在test.p 测试.p这个文件对不对 然后错误的 还有在哪行对不对 是不是通常都这几个 比如说是在12行 对吧 是不是那几个消息 嗯 当然这几个消息 是咱们自己这么去写的吗 不是吧 是发生错误 这个问题在哪块 自动生成的对不对 对 但当临时写下 咱先写下这个格式 好吧 那我在上面盯一个全局的一个 MESS 一个消息等于一个空 如果我有错误的话 我就将这个消息怎么的 连接到 这里边 这不就可以了 你看 限制发生什么的 错误 级别为 为 这话 EROR 下号线 为这个呢 内型 是不是自己定义的文字 对不对 那 嗯 错误 对 消息 是 什么呢 EROR 下号线 MSSA 对吧 然后 在文件 D EROR 下号线 File 他 中 对不对 对 D EROR 下号线 LNE 他 行 是不是这样的 在文件他行对不对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你还可以把一些比如说消息比较重要 我可不可以把它加戳 对 对吧 这块 写个儿 然后呢 在文件哪里边我可不可以把它变红吗 颜色RED 对吧 嗯 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这样 那 他 这是我随便写的文件呢 嗯 那这几个错误就会找我这随便这个文件吗 如果 发生问题 有错误报告发生 如果就会找到他 对吧 那么他这里边的消息是不是就会加到这里边去 那我在下面再输出 是不是就可以了 MESS 是不是消息 对吧 但是现在随便写的函数程序能找到他吗 不能 所以我们这话 刷新一下 就跟内写那个函数是一样了 对不对 嗯 那我们怎么办呢 就得自己随便写的 就得告诉我们的PRP程序干嘛 我用哪个函数处理 所以就得把这函数注册到PRP里边 告诉PRP我注册对函数问题干嘛 是专门处理错误报告的 对吧 也就告诉PRP我来处理你本身在哪个代码出错 在哪儿显示内你就别处理了 对吧 所以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CET E-R-O-R 交进 H-A-N-D-R-E 看到这个函数了吗 这是什么 在PRP中 怎么的 注册一个函数来处理什么错误报告 错报告而不按原来的方式处理了 就自己定义了对不对 那既然我用函数处理的 所以呢 我只要在这里边传个回调函数名就可以了 那传函数名 你看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符合逻辑了 我先告诉PB我这个函数处理 对不对 那既然是咱们都知道他专门设置处理自动函数 对不对 那每个错误发生都有这四个变量 对不对 所以这四个变量就不用我们自己写了 怎么的 当有错误报告发生的时候 会默认传这四项 错误的类型 什么 错误的消息还有错误的对不对 文件还有错误的行对吧 看一下 现在可不可以呢 嗯 不对 现在这会儿 看一下我们问题在哪 Sight Hunter 设置错误处理 行列错 FUN 买一二花 FUN 然后这里边消息 这里边消息我得什么的 global 因为它是全力变量对不对 所以是必须得倒入进来 对吧 我们才可以 别忽略这个 你看提示的变量这个 对吧 这里边是未定义变量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提示的是这两个效果 而不是原来的注意了对 对 看一下 是不是前边哪个代码有的地方 它报告不处理了 用自定义方式 都在这条线 你看发生了八类型的错误 对不对 凑效没有DNA 在这个文件的第16行 对不对 这块错误级别二 消息虽略为这个 对不对 那八对应的那就是什么 注意的级别 二对应的就是警告的级别 对吧 那像这样的应用 咱们在后边的别人程序的一些框架 或者自己将来写框架 都可以写这种方式 对吧 很简单 就是用一个自定义的函数 要知道这个函数的四个参数 都干嘛的 对不对 如果将这个函数注册给pp使用 对不对 然后下边 这是 就是发生错误的程序 然后错误消息 当然错误消息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遇到错误的级别 马上的跳转一边 都是可以做到的 好 这个过程的 我们在课件里边也都写了 对吧 比如做自定义错误报告处理 可以完全绕过P标准错误处理 这样可以按自己的地方打印 格式报告 对不对 或者位置信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使用这个行为来处理 然后在课件里边也给大家的一个例子 对吧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例子 或者参考系统pp那本书 对不对 然后来看 这是这个例子的一个机械应用 比咱们科上的例子要复杂 但是能科上的例子呢 咱们好理解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讲 如何让用户自定义错误报告的一些处理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这节课咱们就就到这里 好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